朝善文化和客家文化的融合 为丰顺人带来多彩文化的同事 也为他们带来了萦绕心头与舌间的美味 中秋前后 家住丰顺县硫磺镇的蔡大爷 每年这个时候 总要到镇上的一家老店 为在国外生活的儿女们买上几盒云片糕 高同高 有节节高声之意 逢年过节 喜庆节日 无论身居何处的硫磺人 都少不了这种美味 特别在春节的时候 客家人最喜欢 一定要买银片糕 朝善人就中秋节 中秋节送糕的就很多 对于制作云片糕的每一个步骤 廖师傅早已熟忍于心 他常开玩笑说 71岁的他做糕已有72年 我在我娘的肚子里面 就我娘在做云片糕 我今年就71岁了 就等于做我72年糕吧 云片糕由廖师傅先祖 于清朝道光年间实创 已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 2015年 硫磺云片糕制作记忆 被列入广东省第六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如果说 云片糕只出现于特殊日子 那么 另一种舌尖美味 则出现于丰顺人的日常生活 对于许多丰顺人来说 他们一天的生活是由一碗汤粉开始 也由一碗汤粉结束 而弹牙爽口 筋道十足的牛肉丸 在汤粉中 享尽风头 牛肉丸是潮汕地区最富盛名的小吃 最早起源于客家人 后经潮汕人改良 发展成为餐桌上一道美味 不同于其他地方 丰顺人制作牛肉丸 用的是水牛肉 在制作上 他们也颇为讲究 丰顺人坚持手锤牛肉 左右开弓上下锤打 牛肉纤维松散断裂之时 细胞分子重新排列 蛋白质得以尽情释放 至少三十分钟的锤打 不仅要力量均匀 且中途不能中断 成就牛肉丸 成就牛肉丸上加的品质 不仅需要力量 还要有足够的耐心与细致 每五千克的牛肉 就要挑出一百克的筋膜 只有这样才能让肉米更加纯净 做出的牛肉丸才美味弹牙细腻柔韧 舌尖心头万千滋味 一片薄绵细腻 清香软糯的云片糕 是丰顺人儿时的美好记忆 即使离家千里 也会在逢年过节时 被这份特殊的味道唤起香情 一粒净脆弹牙 嫩滑鲜香的牛肉丸 则在风顺的清晨 唤起人们身体的每个细胞 让它们在唇齿流香后 开始一天的新生活